C月26日杨成林就要登上台北小巨蛋的舞台了 为了自己能够在首场售票演唱会上有完美的表现 杨成林在舞蹈上可以说是下足了功夫 还要挑战高低杠上的舞蹈动作 这样的拼命程度堪疲五年蔡依林咯 再过两天杨成林就要登上她梦梦一圈的小巨蛋舞台 为了满足粉丝的好奇心 杨成林先是穿着有16顶假发制成的演唱会服装亮相 接着踩上10寸的高跟鞋挑战高低杠 而这些只不过是她演唱会上的一个小单元而已 其实有一个很难的ending pose 但是今天没有做给你们看 那我就讲刚刚有做一个就是在那个高低杠的那个高杠的做了一个 pose 音响天开演唱会让杨成林的压力到了临界点 前不久在某颁奖典礼上 杨成林和小猪罗志祥同时领取最佳人气男女歌手奖 小猪的一段得奖感言却让杨成林热烈盈眶 可能那一天就是得到了一个奖 然后又加上小猪他讲到说戏剧上音乐上都有好的成绩 这两点就让我觉得哇我今年上半年真的 这个成绩但是我相当满意的 所以那时候突然有一种感动 对突然觉得说其实最近虽然很累很辛苦 但是真的有在这些成绩上受到一点肯定 我就不知怎么着就感性的起来了 小猪和杨成林被传言拍摄海派甜心有冤家并情人 虽然两人都不承认却经常被拍到除双入队 也有不少网友希望他俩能凑成一对 其实我觉得看戏的人他们往往都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就是可能荧幕情侣或者是就像小时候我们看到刘德华 就一定得配关之灵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那我觉得既然我和小猪可以做到这一点 那就代表我们的表演是成功的